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继续讲段之贵 话说回来 这段之贵因为念过诗俗嘛 也说半个文化人 正好赶上了天津舞碑学堂开办 老段就极力的推选他 说这必须去 就让他进了第一期 你想着李鸿章绰号李合肥 他当然愿意用自己家人了 所以对他非常关照 经常去看 在毕业以后呢 就让段之贵跟随着儿子李京方 一起东都日本 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这么些年一下来 当年穷途末路的赌徒 已经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军事人才了 1892年冬天 段之贵回国 任职呢 军械局 没几年 袁世凯新建陆军 在小战开始练兵 段之贵就前去投奔 除任了都超营务处提调 兼江户堂教习 业务水平好坏不说 但是 既然到了这个大领导身边 他那套家传的牙医 和当铺学徒的看衍设功夫 就可以尽情的施展 段之贵主动给自己养成一个习惯 只要袁世凯在 他哪天早上 必须请安 几乎风雨无阻 有一天 袁世凯就忽然发问 就说我闻 人子是亲 那一臣 必谱 请门问安 鲁飞我子 何必如此呢 说人都是儿子啊 给父母大人 来问安 你又不是我儿子 你何必天天这么着呢 嘿 人家脸都没红 没有多说声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他其实呢 更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他不能让段祺瑞做这些事 是吧 从此段之贵就跟随袁世凯一路轻云直上 先是步兵第二营统带 随后是巡警道 就是警察局的总办 顺带脚呢 把领导的私生活呢 安排的是妥妥当当 尤其是女人方面 这个呀 我感觉还是野死 但以老袁同志的性格 很有这个可能啊 因此段之贵在民国史上 就留下了干殿下的雅号 辛亥革命爆发后 1911年11月14日 段之贵出任护理胡广总督 12月任五位右军右翼议长 这是北洋的王牌军 等到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 段之贵担任了最重要的 驻京总司令 以及巩围军总司令 在二十革命时期 1913年7月16日 段之贵外派为江西宣服 兼北洋第一军军长 率军南下镇压江西桃园军 不久生为安徽宣服使 受陆军上将 1914年2月1日 段之贵又做了湖北都督 后来以张武上将去 都理湖北军务 你看看 啊这小子 从江西干到安徽 又来到湖北 也还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的 像段之贵这种贴心小棉袄 啊那把领导的心思 早就琢磨透了 所以呢他就牵头 领着各省的都军 多次建议 复辟帝制 劝 那是大喊大叫 等到袁世凯点头同意干了 他就成了急先锋 组织筹安会 也拿钱 落实登基大典的各种细节 数他妈他最积极 有一天 段之贵还带着江超中 进了故宫 跟那个溥仪说 你这个都这情况了 你把玉玺给我拿过来 我们可能要用 赶紧的 结果要回来一看 他没注意 那玉玺上壳的是满文 你用不了 哎呀这才气而为悟 圈子里也怎么说呢 也服他的脸皮厚 也恨他的机灵劲 就评论他 说唯恐使此 攀附之良机 哎呀 就不放过任何好机会 如此用心良苦 自然不会白费 袁世凯称帝后 封他为一等公爵陆军上将 都立东北三省军务 在128名封爵人物中 名列前茅 方春贵挺高兴 呆了一迎人 就赶到了东北 正赶上张学良和余凤智大婚 哎呦 现场发表演说 就说是这个兔木兴着乱喷 弄得张学良躲都躲不及 他呢 无所谓 但是张作林 是有算计 那对他伺候的 跟他伺候 袁老大差不多 一天到晚捧着他 陪吃陪喝陪玩 为啥呢 他是为了对付另一个 竞争对手 冯德林 当时啊 奉天的都军换了好几茶 在上一任都军 张熙软调走以后 28师师长冯德林 是最有希望接任的 而且呢 在奉天城搞一帮 父老乡亲 打造舆论 请他要干这事 北京那边也花了好多钱 下了好多功夫 眼看差不多了 嘿 来了个段子柜 人家这背景 是吧 人家那那个 这经历 那你没法比 不是他所能对付 老鹏呢 就去找张作林商量 怎么也得把这个 搞性贿赂的家伙赶走啊 太闹心了 叫他来这 只不过 冯德林自己没想到 他这是鱼虎谋皮啊 因为张小个子的野心 比他可大得多 他们东北人自己的 争来抢去的 人家段子柜是干殿下 还真没看上这嘎的 到了四月份 奉天火车站站台的 备日处啊 到处是残雪 段子柜呢 就在张作林 冯德林 吴俊生 处雍之下 穿着黑色的大衩 戴着雪白的手套 挥手和欢送的人群 笑着告别 终于走了 怀里揣着五十万的银票啊 再见了 东北的乡亲们 张作林这小子很懂事 那以后的帮帮 至于那个动不动 就威胁要暗杀我的 冯德林 嘿 咱们走着瞧 回京门两月 袁世凯就顾去了 段子柜也没犹豫 直接就扎进了 同竹老乡 段祁瑞的怀抱 1917年 跟随段祁瑞讨伐张寻 当时他的职务是 经济警备司令 陆军总长 打败张寻以后 冯玉祥就主张将青皇子趁机抹去 革命 将革命进行到底 段子柜却说 老弟 你还年轻啊 我们岂可意气用事 做得太绝呢 嗯 晚期结着 主政这四年 段子柜那是非常风光 一会儿做司令 一会儿做总长 就是打仗不行 闹出不少笑容 这些事呢 说心里话 我不完全信 但有些东西靠谱 嗯 就是说他早年呢 中年呢 还是有自制力 魄力 到老年享受之后 就不行了 其实很多当官的 都这样 坐长城寺那会儿 前军打了一天 还没有吃饭 当此之际呢 段志贵还正坐着花车 与俩妓女 持久挑衅 听到军情报告以后 他迷迷糊糊的 打起了京枪 京剧的枪调 我醉欲眠 耳背 阴敌可掩 哎呦我天 他想睡觉了 喝多了 叫小辈们 去对付对付就行了 你对付谁呀 那直戏多少战将 传出来之后 军心缓散而亏 一次 子婉交战 段志贵呢 以火车为前敌司令部 在战争期间 打起麻将 你说 这不是把战争当儿戏 有个上海的报纸 对这个进行了详细报道 可能略有夸张 大致是铁谱了 说定国军西路总司令 段志贵在前敌督战 其办公室设在火车上 办事者有百余人之多 军中除军用品外 有烟枪烟盘实事负 喝喝水树百搭 麻雀牌欺负 大财失误二十四人 好嘛 你这打仗来过日这来 刚开始战事不立 大家都劝他避避风头 他却说 我肆于定国军同生死 诸位怕死 敬请返京可尔 你看看 胆气十足 说你们害怕你们走 我肯定 43号那天 这个职军有一个营 前来乍降 半夜就偷袭司令部 打着他从火车上掉下来 直接摔得晕了过去 车站站长一看 就把他藏起来 扶晓呢 这会儿人就跑了 退去了 站长就把他送回了司令部 他呢 还做出一副淡定状 拿着鸦片枪 站长又抽起来了 第二天 咚咚咚 枪炮又响了 然后 手下报告军情 到处找他找不找 直到第二天没事了 发现他 自己夺到了 这个农家柴火堆里 这次微信扫地 后来啊 这个万军十五师 与第一师误会开伙 你说你作为总司令 他不仅这个弹压不住 自己还坐火车一溜烟跑了 中间呢 有几百名士兵 拦在火车这个线上 要搭车 他也没管 压死了不少自己的士兵 哎呀 这事闹 回到北京家里 他用手摸着头 连呼 好闲 好闲 呜 别无他语 别的都没说声 这是吓破胆了 后来呢 他听说这个车站站长 救他的那件事啊 事发 被这个执军给枪毙了 段志桂痛哭流体 说这 哎呀 这是为我死的 就在家里做法会 为那人操度 正坐着呢 听说 他被通缉了 得了 他也不管坐不坐了 集三忙似的 就逃进了 东郊民巷 到外国人那儿裸风去了 你说 哎 这样的对手 怎么能干得过吴佩福呢 段志桂啊 这个浩打麻将 是出了名了 他有几大牌友 什么梁思怡啊 王克敏啊 孙穆涵啊 都是婉系大佬 几乎哪天晚上 必剧 一赌就赌到天亮 尤其是呢 内阁总理梁思怡 有时候就在牌桌上 抓起公文啊 就批 这样的玩物丧志 所以呢 惋惜 很快就被啊 一军吐起的 直系打败 好在这个 段老大 为人好 啊 各方面 大家都知道的公信吗 他出面 自行免去 本监各职啊 就到天津 去隐居去了 其他人呢 也都被通缉 不久 曹山哥 还是高高举起 情形放下 说算了 这批人都获得大赦 段志桂呢 有钱 就赋贤 到了天津 1925年3月22日 段志桂患脑一血 在天津亡固 十年 五十六岁 早在座 京南巡警总办期间 段志桂啊 手下有位文采 极好的幕僚 叫杨胜邦 也是合肥老乡 这个人呢 宰下了一定的积蓄以后 就让弟弟啊 在合肥县城西大街的 事故下 购买了 哪进三间 共七进的杨家大宅 1922年4月1日 杨胜邦的孙子 就在这里出生 度过了自己人生的童年 此人呢 后来应该说非常非常有名 叫什么呢 杨振宁 所以说人生的际遇 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